Yo!又是我Steven 上次講完非常難的 翼公仔機 或者說歐公仔機 今次講一部兩爪機 就是這一部 對 就是這一部的兩爪機 大家看完後都知道 雖然它是一個兩爪機 唯一多了一個特性 就是它轉 就是這樣 講一下它的操作 跟一般的兩爪機 都一樣 它有三個 跟一般的兩爪機一樣 就是它有 它都是一鍵 控制它的環的方向 不同的二鍵就是 控制內外的方向 不過它多了一個三鍵 就是給你控制它 這裡也有寫回轉 就是它會 控制它怎樣轉 就是這樣 那 只講話 就馬上試一次給大家看 好 好 入完淺之後 好像之前一樣 當你要按的軌制 按的軌制就會亮 就是這樣 首先按著一鍵 它就會轉 跟之前的耳朵機的操作 也是一樣的 這樣就不再講話 我想大概會這樣 好 多了一個按就是 按著它就會轉 那怎樣轉 就是這樣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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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就看看 怎樣轉 是不行的 那不要緊 再試一次給大家看 這樣呢 走走走 這次試一下夾這個 夾部比較困一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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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應該夾部比較困一點 因為呢 它應該不夠力 所以就這樣夾 就是這樣夾部比較困一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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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可以留意到 其實呢 這個可能差一點 但夾部是一個 這個包 夾這個包的時候 我想我那個位置 其實都對得不差 但是是夾部來的 就好像我之前就說的 就是這樣 就是其實呢 你兩閘的機 你想一下 就這樣呢 將那個景品夾起 按摩動口呢 是接近非常困難的 非常困難的 因為它玩法通常都不是這樣的 但是究竟是怎樣玩的呢 就直接看我的頻道 就是這樣 那 今次就先介紹一下 那麼多先 其實就 沒有什麼太大特別 但是呢 只不過它多了一個 會轉的這個功能 對啦 就跟一般的兩閘機成分一樣 對啦 今次就介紹完 這個比較特別的二爪機 那 下次就介紹一下 比較特別的家 是吧 那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啦 有什麼意見到下面都留下 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大家見到有很多景品在這裡 不斷轉印 那就是這部是一部夾公仔機 那但是 它是怎樣玩的呢 下次又跟大家說一下這部夾公仔機 啦